这是一个专业 而且我是中国中央写的学院 第一届的大商 所以在二十多年前 我感觉是获得的专业 当然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 已经去试试 所以包括我的人 我们只是知道成就意义上的 和歌曲 并且接触 所以在上个世纪末 当我们才到了计算 开始一期 到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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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一七七 我们才刚刚认识 人家军军 在那个时候属于中国 这些年 我们很多学义工具的演员 后来恰恰是 都走向了本市 也是更多的 也是被 我所属于所认可 我觉得今天 这个时间节点 来做法 来做法 那一年代是 这么多年 我觉得跟我们社会 具体非常好的国家 甚至跟我们家庭 一个人的经济能力 经济体验 都想不到 很多人的体验 就今天做一个很好看 不管是音乐剧 还是什么剧 还是电影剧 大家都愿意去看 也掏得起情绪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 让我花六百块钱 去买了 八百块钱 是 我承担不起 因为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我就清了 清了 而且 而且都算很多 所以说 我觉得 我虽然是一个剧 但是 对我而言 其实 二十多年 一个历史 从 一个大学生 学这个专业 去做什么 其他的 我想这个心路的一场 有很多人 读大学 实际上是一个专业 而你实际上 其他的 但是 那么现在呢 其实我等着 我回来 而事实上呢 在我自己的心动中 所以我一直在培养 我却倔强才能 从来没有 会认识 所以 过去这些年 我在 华剧的舞台上 做我 做我一些工作 也在那种作品 做 还是夫人 也做过 甚至 甚至 花了一年的时间 我去 沙尔比亚 皇家剧 请 当艺术间 来帮我拍 那一块 我希望能够给我们的 更多 更多 多元的 不同的一些 有台艺术 形式 那 音乐剧呢 这次我 每个人都都在 上海 铃铃铃铅 上海 亚 铃铅 他们在找我 收音 把演唱者拍到音乐剧 当初我是挂了一些大大问题 实际上音乐剧呢 所以,我们的音乐剧《戏剧》是,大家顺便想着一个小时点,因为太早了,我们要拿一天的时间去做不同的训练。 所以,上海,就是一个音乐剧,在这个地方接触的过程中,请我去看小铁。 然后,是一个漂亮的小铁。 所以,当我看到这样一个戏,我觉得,第一,题材来说,积极健康。 然后,通过这种艺术的呈现方式,让更多人请看他们的艺末之间走过来。 这个影响,我们的极不一样的教育。 其实,我们也在艺术场现行的时刻,不管是声光电影,还是他的舞蹈编程,包括演员的个人能力。 我都觉得这个特强。 所以说,当他们跟我讲,我们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的庞队班,我们现在的现行能力气,就是我们能力的,很轻易设置。 这种水准,那么,我可以来承现。 那我会再加上,过往他们做的优秀作品的机会,才能能力的形象。 所以我也相信,我们能够一起做那么细编,我们能够来,那么细编,两三处,三处。 尽管很慢,但是我们谈的,包括我的所有看到的都会有。 剧本,从舞蹈品,包括歌曲,小样,demo,到编曲,都一直在做 其实在这个谈歌当中,也已经担任起了这些人的身份, 只不过在中国这样的相对展示一个环境,我们彼此,朋友,资源,英俊,甚至相对平台, 我觉得我们想象的一个很久,随之而来,甚至我们看到的一个长久, 就是说,大家不仅仅是做一个主张的音乐剧, 就是说,我们尽管来想,我们要做三部剧,一二三, 是我们的合作者体育之处,其实更多在谈歌当中, 不仅仅是在美党,如何,落实,实际, 能够把音乐剧这部,伟装者这部音乐剧能够呈现, 其实更多像刚才已经开始说的, 我经历了二十多年,是一个从无到无到无到无地向的事情, 我好像一直在做从无到无交易的事情, 所以到今天做完它未来, 所以这才有跟阿萨基,跟珊玟基金, 我们一起立即成立的一些未来合作的第一种, 我们可以专业的评论,包括学义具体系统,所有学义具体系统的资源,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共同地打造更加深切的评论,甚至更舒服的评论,包括观众。 所以,如何建立观眼关系,其实显然是一个更加难的一种事情。 而现在,我觉得唯一一个无尽能让大家走回去,就是做过去,真的好看,那他就会去。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去想,一想一想一大大事,一想一想一见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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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从影响,尤其对于,我觉得今天这个世界的认知,难至于对未来一些新兴的可能剧目,甚至喜欢还有更新的历史呈现形式和方式,我们上海都是一个最引领风潮的城市。 那事实上呢,对于我来讲,我跟上海的缘分极深。我在过往的十足作品时,有60%是在上海的城市。 所以呢,跟SMG一样,非常好,包括跨年,包括五年当中来了四次,甚至包括过往和影视作品,也达到了95%以上都在上海的城市。 所以我觉得上海,包括像拍摄当中,像潘孟老师啊,新兴了,他们一度都认为我上海了,在拍戏的间歇,经常给我剪上海。 可是我很抱歉,我到今天一句也听不懂,所以你们可以尽情说我坏吧。 所以就是,上海真的是一个一生情,当然也是,它不仅仅在中间,我觉得它在剧球已经是一个很明星。 所以,这也是我愿意,一二再三的,甚至每次来到上海,我都会拍一个上海的一个照片。 所以所有的这些熟知我的观念都会说,啊,每次到了上海,就是宣称一下自己又来。 所以这次来,我觉得,因为伪装者这个音乐区,明义会更不同一些。 而且,我也自己充满信心的,为了人跟他在一起,我们上海,我一定会自己往出更不同的想法。 我也坚信一定会做出有多优秀的戏。 其实这部队是剧情动作。 那这部队是外来,其实这部队是中国的故事。 比如说,你不知道做什么样的,然后你现在有什么期待,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转集的面貌把这部队呈进去? 其实音乐剧呢,因为它还是波来瓶的。 音乐剧是中国的很有传统的,很有艺术的艺术。 包括画剧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是戏曲。 所以,之所以发展起来,或者是这么多年很缓慢的。 是因为我们是民族性,我们国民性。 东方文化,有些中国文化,很多人是寒序,是内敛的。 我们更多是走内敛的。 然后这个音乐剧,它是高美的。 它起源也有这个。 它是一个相处相成的。 我们是内敛的。 它们是外观的。 呈现是给予的。 所以在演唱,在舞蹈,在表演,它是特别多元的。 而我们更加强度像中国戏曲。 它们常见做的。 我们是做的极致。 所以我们必然是很缓慢的。 但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戏曲化时代, 或者一个快节奏的时代。 音乐剧恰下是更容易被人们做的。 请你接受。 因为我觉得在所有的舞台艺术里呈现形式里面。 唯独音乐剧这一下,是能够让观众瞬间热血飞碰。 一种热血形式。 画剧舞,歌剧舞,舞剧舞,当然戏曲舞。 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相近这种文化。 当二十多年前来,我第一次走进了音乐剧, 剧目的音乐剧场是什么? 我是热血飞的。 我是被点燃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看到, 感受到我们这种东西。 其实更多的作品是在讲爱。 在讲大难。 但是我们让我们更能量, 我们就加不清。 所以说,当那一刻突然觉得我选择转的对。 未来不管多么艰难, 我总是说, 谁也阻挡不了, 我们想要达到, 达到未来。 这样的真心。 那今天呢, 终于把一些想法, 都把它落在实处。 真的可以做得不错。 尤其到了我们真正缅初的时候, 我想我可能会躲在一个角落了, 大概肯定会感受一下, 去看见了。 就像我们终于给我们终于自己原创了。 当然, 《伪装者之情》也有很多。 包括这个导演。 我其实也所有的合作伙伴, 他们也都挖空了心思, 费劲的心情。 然后, 把剧本作出的拍什么。 包括, 《金鸾》等等。 那我觉得到今天, 我相信, 大家一定会做电视剧, 会付出更多的兴趣。 起码在市场上, 在心里上, 在乘出肚子上, 多比那时候又有, 一些提升。 所以, 我也特别在这里, 希望, 喜欢的音乐剧, 或者喜欢的音乐剧。 我这个支持, 然后, 我会做一个专实的反馈。 所有的粉丝剧, 都会欣然接受, 然后, 我们会做更新的改进。 可能不仅仅对于人当中, 这部音乐剧, 但是, habían以后, 我们都会练习。 做我们两个创容的认识, 怎么办? 大家一起把这个结构听的够, 把我们的正乎调情, 把我们的情乌互争所做的。 可以吃了一些。 其实你的这个问题是,不仅仅是伪宽的,所有的戏剧,唯一能够吸引的人。 但是,先不讲这个,首歌当其成本时,你应该成是共鸣,其实你才有可能和吸引。 那么共鸣其实更多的是,男子里生活在那时期的男子、男子在那时呢,他在那时那个年作品的那个时代,他们身体息息息相关,这才有共鸣。 我相信音乐剧已经开启了一个非常大的分乐的时代 那就是我为今天刚才我们说的讲我们的独播力 我相信音乐剧已经开启了一个非常大的分乐的时代 我们的人均水平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需求 我们对精神层面的需求 我觉得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的 有好东西你就可以拿出来 我也不像大叔那样说你拍演戏 这本人没人来看 有的是瞬不起 有的是没时间看 有的是不愿意拍 总之你肯定把观众引进去撑 而今天我觉得 今天我们建党一百重点 我们总是说了两个一百个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七点 那我觉得未来我们国人 随着自己经济条件的好转增长 然后呢我觉得对精神层面 对文化的学位能源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这部戏我觉得刚才已经说了 我家国请了 其实更多的是在讲来 每一个人 再加上我觉得我们的演唱 我们的舞蹈 我们都请包括导演 甚至指引导演 严格讲 离日韩 也有小的距离 应该讲有很大的距离 在音乐距离里面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都会请一些更加准确的 更对的一些 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相信 因为 是 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